特别印花税措施令澳门楼市成交大卸 中午市场转趋活跃 不过一旦遇上租坝 小业主可能随时吃大亏 你租到好就好 不好就很麻烦 不是很负责人 那时候有可能收不回租金 甚至是不负租金 小负租金 这一套搞理搞理的话 因为现在的法律不规定 你可以要求政府的行政政法部门 将它过着租业走清出去 那么这无言之 你也没办法请它走 就算房子是自己的 但业主也不能自行断水断电 或者换门锁强迫租客搬出 因为根据澳门的法律 这样做业主可能已构成违法 陆惠德促请政府加快修法 激活澳门的租物市场 另外陆惠德认为 目前正在立会审议的地产中介法 应该定名中介的佣金比例 在1%到2% 如果经济的佣金都不需要设定的话 那么第一 保障不到经济的佣金 以这种服务收费如果不设定的话 就会延伸出来其他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 佣金是不收你的 我能做其他的办法 可能是适合其他的差价 早前特首崔山表示 除了万九公屋 政府宪政规划增加6000多个公屋单位 但陆惠德表示 目前全澳有大约7成居民 拥有自制物业 希望万九公屋建成之后 政府审慎考虑 是否需要再增建公屋 澳亚卫视圣诞大王红军 澳门报道